五千区今晚万人敌势力又重来了一次声东击西的战术 但这次双方在细节上和昨晚有些不一样 晚上八点 山东万人敌势力还是配合二盟先阳攻侠客军洛阳西南防线 并且和那方面 韦武和义布荣祠还是配合着冲出这两个码头进攻侠客军洪农防线 这边万人敌势力的主力跟昨天有所区别 韦武这边是混杂着山东万人敌势力的一盟主力的 有他们的加持 他们在这边的推进效果还算不错 到冲锋结束时 他们差点就突破了侠客军的营仗区 而山东万人敌这边在八点半左右 突然将进攻洛阳侠客军西南的主力掉头转攻侠客军洛阳 南侧的防线 侠客军经过昨晚的风波后 也是及时地做出了预防策略 他们在这边安排了一层门神 当万人敌势力在西南防线集结时 他们南侧防线的门人组就必成 也正是有了好的策略 才让侠客军得以在今晚守住了洛阳防线 不得不说万人敌势力的指挥星神 与侠客军的指挥风起的 对决 他们俩真像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对决 清楚这边 万人敌势力的宝宝军士今天已经突破 京楚新盟的第二道防线 并且还打掉了京楚二盟的调动城 目前宝宝军士的成员已经开始牵扯贴脸 京楚的长沙门神处 他们在长沙北侧 今天才开始集结就打出中型战役 看来长沙防守战还是有些看头的